每日讀经的听众观众朋友 你好 每日讀经的观众听众朋友 我们每天有一段时间静下来 我们平常说至少30分钟 好好把圣经读个两三遍 读得比较熟悉 如果你会祈祷 你会默观 看上圣经中间哪一句话 比较有意义 有价值 或者放在你脑海里面 用你的想象力 进到圣经的环境里面 去看耶稣怎么跟你说话 看天主怎么启示 对我们生命会产生很大的力量 每天的日常的生活 也产生一个生命的方向 跟意义价值 今天是马尔谷福音的第三章 20到21节 才两节很短的马尔谷福音 是耶稣到别人家里面吃饭 吃饭的时候群众都来了 群众那个挤得 后来连吃饭的时间 好像好好的吃饭的时间都没有 然后亲人跟他说 他的亲人听说了 便出来要抓住他 因为他平常 我们在马尔谷福音 是直接了当的 还有很多的对观福音里面表达 耶稣基督那个传福音的热火 那么忙碌 忙碌到吃饭的时间都没有了 然后那个 有的人就说他好像疯了 我们常常看到 我们生活周边的 有的是科学家 有的是学者 有的做生意的 那么专注在他的某一项的工作当中的时候 我们就说他好像疯了 没有时间吃饭一样 是这样形容 我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 我想到我小的时候成长的环境 大概约50年前 1949 我们讲我是生活在1946 在那个年代叫战后婴儿草 战后婴儿草 那个年代台湾非常的穷苦 我今天就想到了 我有两三位的传福音的传教士 一个是美国人叫华克斯神父 在台南 一个叫陈兴华神父 也是在台南 一个是墨西哥人 一个是美国人 他们跟耶稣这边一样 天天去忙着拜访教友 后来我们有个蒋善神父 蒋神父也是美国人 那个内衣都是破旧的内衣 但是天天就骑着脚车 拜访美国家为家 我们也常常听到一个修女的故事 在马祖嘛 做接生婆 说马祖的几千个小孩子 几十年当中的多少个小孩子 八百还是一两千的小孩子 全部他接生的 一个接生婆的修女 我就想到他们 他们就天天去不同的家探访 看不同的家有什么需要 像我们那个小的时候年代 黄油 奶粉 美军的 或是美国的老百姓的 他们叫明爱会给的衣服 他们就去拿来 给我们吃得好 穿得好 看我们不够就补充我们拜访 有病了 美国的他们都懂一点医疗 给治病的药 只有关怀 只有照顾 只有陪伴 而且忙到他们自己 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 跟耶稣一样 有的人像说 这些外籍传教士 怎么搞得从美国 从墨西哥来 然后完全好像不管 他自己国家 不管他的家人 也不结婚 然后就全部发挥出来了 这个是我说 我们人都在这个世界上 多多少少 尤其基督徒 你都分享了天主的一个使命 天主的一个传播福音的任务 我们有没有那么专注自己的工作 就可以反问 也可以了解一下 请问你自己 你觉得你现在在忙什么 我们今天数位化的时代 不管是退休的没退休的 每个人都忙死了 忙到有一个地步 只会玩手机 玩所谓的那个平面电脑 人跟人之间不来往 那这边特别强调 耶稣基督刚才我讲的 我们认识的那些传教士 我记得很清楚 我家乡的传教士 妈妈们在那个白色恐怖的时代 在那个戒严之前 戒严的时代 戒严之前的时代 他们的生活那么艰苦 那么多的压力 没有办法发泄 我就记得我们那个神父 拍拍我们母亲的肩膀 拍拍很多人受苦人的肩膀 就笑了 就没事了 然后给他们药 给他们医疗的器材 给我们家了 给一些服装 所以天主的爱 一直在这个时代还是有 我们今天还有那么多的 默默无闻 不见得媒体有报道 但是我们每次看到内政部 给很多的传教士 给他的终身的居留证 赞扬他一辈子 把他四五十年贡献在台湾 我们就会感受到 这些传教士为了传福音 他一辈子单身的 独身的生活 可是基本上是关怀周围的人 我也听到我们有的 那个教堂的神父 我们叫本堂神父 前一阵子去世 叫沐浴财神父 一模一样 他的时间就排在这 为别人服务 而且他去别的服务的时候 他很清楚 有的家庭他需要带礼物 比如说服装 衣服 有的家庭 他晓得那个人的个性 你送给他礼物 他会觉得怕羞 或者觉得你不尊重他 因为他要强调 不需要他自己生活得很好 不需要你来怜悯跟可怜 他就到那些家庭的时候 提了不提物资的事情 支持跟关心 那么了解每个人的人性 然后又把天主的爱 传给他们 这个是我们基督徒 今天读这段福音 耶稣忙到连饭都没有办法吃 他的家人也没有办法跟他谈话 我们为什么而忙 我们能够为我们自己 一份理想 一份有价值的事情 忙到别人说我们疯了吗 忙到别人说 哎呀 我们要给他抓开 让他好好休息一下吧 耶稣这边所表达 马尔谷福音的第三章 二十到二十一节 他的亲人都说他疯了 他忙到传福音 说天主的国来临了 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了 好 谢谢大家 我们到今天讲到这里 谢谢